有很多人还是不太相信啊 就这样随便拿个废旧的花盆 然后种点水草 既不用打养也不用过滤 这样真的就能把鱼养好了吗 上周啊 我不知整了一个废旧的花盆 然后往里面填了一点火山石 上面种了一些植物 然后底下种了一些水草 就这样开了这个普法的生态缸嘛 然后这两天啊 有很多人跑过来说 想看一下这个缸的后续啊 我知道啊 你们肯定是想知道这种养鱼方式啊 究竟能不能行 今天我就给你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这就是我这个古法生态缸啊 从开缸到现在的样子啊 应该有一个星期了吧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的植物呢 已经朝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了 本来是这样搭拉下去的啊 你看 而且呢 这个植物呢 它也长出了新鲜的叶子啊 从底下都能看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缸里面的鱼啊 当初呢 应该是放了三几条这个孔雀鱼吧 今天我突然发现有几条小鱼啊 不知道是当时一起捞进来的 还是后面它生的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水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清澈 这里啊 我敢跟大家发誓啊 我这个水从开缸到现在 我就没放过水啊 这个水一直是原来加的水啊 只不过呢 我当时为了尽快的放鱼 我加的是老缸的水啊 就是从这个缸里面抽一点水过来啊 你看一下 这个水位已经明显是一个星期啊 下降了很多 我记得当初啊 应该是加到这个位置的 你看 现在已经下降到这里了 对吧 水位是下降了 但是水呢 并没有变浑浊 而且很干净啊 你看就这种 我们能不能养鱼啊 其实呢 在很古老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还没有过滤器的时候 老人家呢 就用这种方式来养鱼的啊 其实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为什么这个缸能养鱼呢 主要有几点啊 就是它不需要养气啊 因为植物呢 会通过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嘛 对吧 会释放氧气 缸内呢 也有足够的氧气的 而且呢 我们这种缸一定不能养多鱼啊 很多人说养满满的一缸鱼 行不行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然后呢 就是里面的消化细菌是怎么培养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底下我们铺了火山石嘛 火山石它有个作用 就是净化水质啊 培养消化细菌啊 输送底床 对吧 所以说我们大量的消化细菌群体啊 是在这个火山石底下完成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水 这么干净的原因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像这种缸 这个鱼便怎么处理啊 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讲过啊 鱼便呢 在我们的草缸里面 特别是有这种底沙的缸里面啊 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清理的啊 但是大家也不要慌啊 像我们鱼便啊 它是会被消化细菌给分解掉的 分解掉一部分呢 大部分都会变成了这个硝酸盐 硝酸盐是会被水草吸收的 所以说我们得在缸底下 种一些水草植物 对吧 包括上面种的这些植物啊 它的根系渗透到底下呢 也会帮我们有效的做一个 净化水质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 缸内的这些东西啊 会出现啊 氨氮超标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 大家不用担心啊 所以说呢 像我们这些古法的生态缸啊 它养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刚刚我又把这个水位加满了一点啊 刚才水位蒸发太快了 像这种缸啊 其实也很简单 平常也不用怎么打理 里面放一些苹果罗黑颗虾 它基本上也不会怎么长枣的 对吧 这个苹果罗 还有黑颗虾的除枣能力啊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像我们这种干干净净的一个古法生态缸 最主要的就是它造价便宜啊 对吧 像这个缸随便捡个花瓶 买点水草 买点火30 值个多少啊 我这个说实话 看下来都不到30的 你看像这样一种古法生态缸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自己去搞一个呢 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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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